我们一家访问人 自拍文化 我等这个题目等好久了 你是不是超级爱自拍的 我算是中度症状 我是爱自拍中的还好 我有看过很多女生 真的很爱自拍 你是自拍的 二级肚皮中度的 就比如说一天 我顶多拍十张照片 这算是正常的 有些女生是拿到相机 她就一直这样拍 真的 随时随地哦 你就跟她讲话 她像是没有在听 网络上有一个VCR 就是说她如何 你看三人城市 就三个人 三个女生在那边 就像一个菜市场了 你看她有十几个女生 她可以同时让她们安静 的一个方法 看一下 三二一 好 对啊 都一样 每个都是 现在女孩都带那种娃娃的那种 放大片 放大片 对 然后朝朝朝朝朝 拍照 对 然后都是这样子 对 你们回去可以再看一遍 旁边 后面那个 Semi-Live 那个电源 有多无奈 当然自拍 我接受了 因为现在 反正就是数位相机嘛 也不要底片 所以也没有什么成本 那自拍 每个人都自恋 所以自拍是合理的 然后呢 然后自拍完之后 你说 破在网络上 或破在Facebook上 因为人都有那种 传播的那种 个性 独乐乐 不如宋乐乐 我也接受 可是我不解的是这样子 自拍不是都一个脸吗 然后背景都差不多 都是一个脸 那怎么好自拍 到哪里都自拍 那都是一个脸 不知道后面要干什么 可是他那个自拍 有时候有分很多种 都是一个脸 没错 但是有上装 跟没上装 有穿衣服 跟没穿衣服 很多种各种不同的 你知道吗 虽然都是一个脸 但是有很多不同的 对 这就是我第二个不解的 那拍照不是把自己 拍得比较漂亮吗 或怎么样 不是很有意思吗 然后 然后跟男朋友 或女朋友 这样子亲密的照片 就像这个陈冠希 跟那嫩模这个事情 这会让我们做家长 很紧张 那袁爱飞呢 你跟男朋友 会不会拍那个 拍那个什么自拍照 然后泼上去 可是以后跟他 散了之后怎么办呢 会拍自拍照 可是不会裸体 就是会拍那种 脸贴脸的这样子 那以后你跟他 散了怎么办呢 散了就把档案删掉 散不掉 那个回不去了 是吧 会解码 会怎么办 因为你一po在网路上 那就是一辈子的事情 可是因为那时候 其实内心会觉得很甜蜜 所以想要把好的东西 给大家知道 因为女生会想要自拍 就是想要把漂亮 自己觉得棒的东西 分享给大家知道 像以前 比如说拍照 拍照完之后 你会看很多女孩子 结婚的时候 她会 她当天晚上前两天 就用剪刀 把以前男朋友 全部剪掉 对 都是一半的照片 可是你被破上网路 或什么东西 这不是一辈子的事情吗 文哥 你有上去看一下 你女儿部落格里面的相簿的 那个蓝吗 有有有看 你有看到什么吗 里面有的有索码的 你要不要我找朋友 来帮她解开 因为你不知道 那里面有什么 搞不好解开看一下 你会知道 不是 不是 我是为你好 文中哥 我不是 我看那个脸讨厌 你那个脸就是专 你就是那种宅男 专门上去 晚上半夜的时候 去看人家 然后看了全身的血色 都跑到眼珠上去 那种人 那我不上去看 我要看什么 今天好像我们再请另外一个 就是你的好朋友 是 是吧 你们刚两个刚从这个 菲律宾的长滩岛 对 拍过外景回来 是 听说她也是个重度的自拍者 她重度了 她重度 小蛮 来 小蛮 乖 小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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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蛮长大 坐坐坐坐坐坐 谢谢 不认识小蛮的时候才十四五岁 对啊 黑社会美眉 嗯 你是重度的自拍 自拍者吗 嗯 就是 感觉今天自己长得很漂亮的时候 就会一直拍 你一天大概要拍多少张 大概三四十张 不只 我跟她去出外景的时候 哪有 我们在那个车上 她就一直这样 你们这样子不会对外面 比如说 外面的一些环境啊 比如车子突然来了 人家跟你讲话 你会丧失你的注意力吗 会啊 就是可以边拍 然后旁边还有余光 可以看到 比如说这样拍 然后 我还是可以看到韦中哥在看我 嗨 什么事 然后这样也可以拍一张 你看 我刚骂你们 真拍了 我刚骂你都没听到 这个 现在 现在是这样子 很多小孩子坐下来 开同学会的时候 你看 以前我们开同学会 就七嘴八舌 来讲话 我看到你们这代 或者下一代开同学会的时候 坐下来每个人都这样 对啊 对啊 然后就每个人都在自拍 每个人都爱玩iPhone 也都会变成这个样子了 嗯 那你对你自拍 有没有 对你的自拍 有没有什么样心得或体会 跟你女儿说 我们拍完来修图好不好 可以修图的 对可以修图 可以把皱纹修不见 这是不是就是那个网络上 很多人拍完照 修图之后 然后去 有些 我看那个新闻 什么 有一个新闻 说是她是恐龙妹了 哦 但我不太喜欢讲那一次 对 我觉得她就好像修图完之后 去骗钱 对 或者是说她拿别人的照片 然后来传给那些受害者 这样子 你自己有没有 看过很漂亮的女孩子 然后去跟人家约会 然后发觉别人不漂亮 有很多网络上有很多啊 就是男的画一画 变成女的很漂亮的也有啊 真的吗 修图吗 不用修图 她是用化妆的技巧的 然后加上 因为他们就是从下往上拍 才会 从上往下拍才会美 而且脸就会很尖 嗯 从上往下 然后就约出来之后 发现是一个厚刀 没有 下刀 脸超方 所以现在是有些软体 是可以修图的 对啊 我的手机在这儿 韦中哥我来帮你拍一张 我帮你拍一层木村错斋 真的假的啊 木村错斋什么东西啊 我们要差那么多吗 可以啊 我木村错斋差很多吗 其实没有什么差别 漂亮 我有一个最厉害的软体 就是大家很常用的 所有少女都有 他叫 More Beauty More Beauty 所以我如果跟我的 跟我的女儿讲说 佳佳 让我们来那个 More Beauty一下 哦 她会知道 她会知道 她会很崇拜我对不对 会 很正常的 好 那要摆一个很可爱的pose 摆什么pose 来 很可爱的哦 这样不够可爱 我能这样子吗 我能这样子吗 可以可以 试试看嘛 可以啦 试试看有什么关系呢 不要不要 不好 整只手都可以收掉 真的 快点 像你女儿会觉得你很酷 对 会觉得你给他 大概 有话题 大概 我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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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不习惯 你 你这样好了 再这样 放脸旁边 你怎么可以做这么自然呢 你 这样 小辉哥你好会哦 你怎么可以一个人恶心 可以做这么自然 在这边我看看 网路上都这样啊 叮 叮 好 一 二 三 好可爱啊 好可爱 小辉 我看我看 现在是这样 哎呦我的妈呀 我的妈呀我的妈呀 猫beauty 之后呢 好我们现在来美肌 你看 他可以修 美美肌 变这样子 哎真的人就看得很 我看 可以很干净啊 对啊 变好白哦 气色很好的感觉 原本都脏 都可以修得很干净 好 眼袋都修不见 我怕什么 你修一个 小梁的我看拍 他刚之前有拍吗 你看看还没修之前 好 然后呢 修之后 一样吗 没有啊 就变白 日系美男哎 美男子哎 坐坐坐 不是你跟他 你跟他聊 怎么花美男 那个没办法聊呢 他不懂 他不知道 花美男 花美男我知道啊 现在 现在男孩子都流行 长得像女孩这样的样子 对啊 是很白啊 很柔弱 他你的皮肤很好 我们认为男人就是 就是皱纹 粗狂那种 就是在皱纹里面有故事 翻开就一个故事 翻开就一个故事 翻开有疯吧 你知道意思吗 是 翻开就一段话 你打开一个座我们看看 哪里 你翻 翻 没有哎 你看一翻开就是个脏话 你们两个也算是少女 已经是 不算熟女在 少女跟成熟女中间 嗯 对不对 那这个自拍对你们俩的生活 有什么样的影响跟改变没有 哦 听说他们拍不停啊 变成鬼都要拍 他们不管骑摩托车 还是在化妆都在拍 真的吗 对 讲讲看 这样看 对你们两个有什么改变 我是比较 自拍也就是这三四年之间的变化吗 我是还蛮喜欢跟人家一起自拍的 因为我觉得是联络感情的好方法 譬如说我刚开始跟小满不太熟 然后想要跟他拉近点 我就说 满满我们来自拍看这边 耶 他其实靠很近的同时 就可以互相聊点什么天或什么的 对 就是 你这个是 真自拍机啊 现在是超红的耶 因为你知道其实拉近人的距离的方法 对啊 你看 这样子 而且有时候自拍啊 抓不太到角度 然后现在的那个3C产品都很近 可以看到 我说 哥你再进来一点 进来一点 进来一点 你不要 你不要那么严肃好不好 我帮来啊 快点 快点一起 你看这样子 以后就可以跟你女儿这样 对 三 一直骂人也会累嘛 他两个拍一下 开心的 是不是 所以你回去 近距离的感觉吗 回去跟你的女儿说 来我们一起拍 然后他就觉得 哇 爸爸今天好亲切哦 这是一个现在的流行文化 然后就跟他说 快点 Po上Facebook 他就会说 哇 你居然知道 他就会很开心这样 这个我当然懂啊 Po上Facebook 他说 我爸今天叫我Po Facebook 这样 就会很酷 就这几年的这个 自拍文化 还有什么改变你们什么的 不是 交朋友会比较亲近 拍到多夸张 连出车祸都还在拍 我有一个在网络上也看过 一撞之后 先不动 先自己先拍下来之后再找警察 对 或者是拍下来之后 摔的那个样子 对不对 趕快拍 趕快拍 然后再找医生 对不对 一定要先当场留念 像我们那一天去长滩岛啊 然后我们就坐在同一个饭店 然后他就在吃洋芋片 然后我就在看Facebook 然后我就下一秒就看到 他把那个洋芋片的照片 Po到Facebook上 就我连吃洋芋片都要拍 因为这样子我之后回到那个照片 我都说那天我出了车祸 那天我吃洋芋片 小白那你的自拍经验里面 最特别的一次是什么 最特别的一次 应该是我们公司去年尾牙 然后我们公司就有一个主题 是办电影的人物 然后我就办了鬼娃恰吉 然后就画了一个黑嘴唇 然后大的很夸张的烟熏装 拿一个刀 对 然后没有人认得我 真的啊 走进去没有人认得我 在异界呢 每个人都喜欢拍照 以前不光是不光是说异界 我觉得普通人都爱拍照 那异界当然拍照比较多 那我要给你介绍一位 就是这种少女界的前辈 前伴 他以前是城市少女的一员 在城市少女之前呢 他才十五六岁的时候呢 我就那时候就引进他 到那个一个综艺节目 叫周末派里面做助理 你知道吗 然后我们同时请到一个专业摄影师 黄天仁 黄天仁现在是什么 林志玲啊 隋唐啊 有有 他有拍过我 他有拍过我 真的啊 林心如的专业摄影师 他有拍过我 他拍过你 他不是拍过我 你等下他来 你问他就知道 真的有 对 现在就欢迎台湾少女偶像团体的始祖 黄明杰 与美女制造机的摄影大师黄天仁 来跟大家分享拍照的乐趣 你还记得我们当初最早认识的时候吗 记得 那个时候国光艺校二年级 对对对 那时候我们节目叫周末派 对 然后呢要去找一个助理 那个找一个美女的助理 那时候我们就找到黄明杰 那黄明杰刚来的时候也很奇怪 我说你叫什么名字 黄明杰 你那是怎么会大舌头讲的 我也不知道 而且我印象很深刻 第一次看到韦东 韦中 我这大舌头 我看到韦中 我这大舌头 因为很害怕 然后就看到韦中 然后韦中 因为他那个小豆子眼一直 什么小豆子眼 小豆子眼 因为他眼睛好有神 你知道我就很害怕 然后一直看着我就觉得我眼睛好痒 然后突然就问了我一句话说 你去你去缝什么双眼皮 不是双眼皮啊 那个时候的技术不太好 这么厚 你看那个时候的 城市少女 他们的手势就是一纸 都是一纸公布 你们现在两纸对不对 对 看到没有 拍照人都知道吗 刚美容人没什么自信 对 所以他就一直躲 一直躲 你叫我一个宽呀 宽呀 大舌头又结巴 所以那时候我给他取名字叫做矿泉室 对不对 好 我让你们那时候看一下 邝民节那个时候 出外景 中文派那时候二十多年前了 二十四五年前 我们看看那个时候的美少女 不值了 不值了 好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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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呢 是我们欢迎那个日本的摔跤选手 安东尼珠穆 看了第一位下来的是谁 这个手 其实这个第一位下来的 这个安东尼要哭 世界级的摔跤是好手 第二位是马口 对 你看这时候 十五分 你看这时候的发型 第三位是顾春 非常介绍 第四位 没什么 我买一手 好 在《多么派》的早期 我们有两个非常漂亮女孩 邝铭姐 邝铭姐 大家好 祝大家 我们会玩得愉快 一天 好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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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个性 好净哦 超个个性 大家好 邝铭姐 走了 那时候呢 又是她负责出外景 那个时候大舍了 讲话也不清楚 也不太敢看镜头 可是突然有一次 慢慢慢慢的就开窍了 我们说起拍照 哎我先问你 你现在会不会跟这些少女一样玩自拍 我恨死自拍了 虽然我现在正在学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永远拍不到 而且自拍都把自己拍的好丑 然后不然就是我跟你一起拍的时候 永远只拍到我的半脸 然后你的脸 就永远拍不到我的本身 很奇怪 他们很厉害 他们一下子可以找到 而且他们拍起来是好漂亮 我自拍怎么拍 那个脸都变成很丑 你知道他们刚才讲的有那个 有那个什么 MORE BEAUTY那些软体 我知道有那些软体 那你不错吧 我知道啊 可是问题是 就是你那个角度 拍起来都会变大头狗 就鼻子变很大 然后就整个脸变淡一样 很奇怪 这很痛苦啊 那找专业摄影师帮我们拍多好呢 对啊对啊 这自拍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真难 我觉得 因为他们已经习惯自己生的 生的那个角度在哪个位 你看多像大头狗 你看 拿太高了啦 这就是我自己的 你看这张 这张又还来不及啊 就把我放了 你知道吗 我都还来不及 所以他全不知道在拍什么 你看 我没看见啊 就拍不到啊 就没有办法 就是不喜欢旁边那个人 是不是 我叫他老公嘛 这张你看 我觉得拍得很好 对不对 可是有没有看到我的大拇指 有 哦 对对对 全版的 对啊 就是 没有办法拍到一张好的 那这张是我老公帮我拍的 对 所以这个在自拍界的话 你算是 你算残着 菜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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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真的 非常残 然后你看看以前啊 所以这个拍照啊 是有 历史的 看看我们 邝铭杰当年他带一些照片来 你看那个时候的拍照的那个样子 好像充满了恨意 不是 以前啊 这个是我要进国光艺校之前要寄到学校去 让他们看 所以那个时候感觉上觉得要耍酷 酷 耍酷 你不就是摆一副臭脸的感觉吗 对对对对 结果后来我发现那个脸还蛮臭的 而且后来我就找到了一张小时候的照片 你知道吗 嗯 我发现我小时候觉得摆臭脸 真的吗 你看这两张照片 是不是动作 哎 一样 真的 你脸都一样 真的一样 哎 连那个 头和脚 脚和脚 对 发型也很像 这是另外一张 这里不知道为什么生气 对 真的他很酷嘛 那为什么拍照 就是整个很像死鱼眼 不是以前会故意说 哎 你不要看镜头 你要看别的地方 对对对 然后就眼睛就会飘 那飘的又很奇怪 白眼就比较多 因为以前看不见 所以就拍了 对 拍完了 就只有这张个影响 然后就一个那种怪照片 我觉得那个观众朋友可以回忆一下 对 以前这个拍照所有的情绪 真的把以前照片拿出来看 真的太好笑 很有趣 而且他绝对就是代表着年代 对啊 比如两个心 你心情不好 或者夫妻吵架 或者怎么样 把以前照片拿出来看看 很有意思 代表时代 而且以前他一定要拍艺术照 你看这个是以前的 你看 一定要带器具 旁边要加丝 古真啊 以前一定要拍 而且就是要拍的那种朦胧 朦胧的感觉 你知道吗 还有男生就是一些乐器 然后男生就是 其他 对 那其他摆的位置还很重要 而且以前还要拍鬼 就是像鬼一样 对 不知道怎么样就是一定要这样 有沙 这个有冷风 不知道为什么以前一定要 对啊 对啊 你看啊 你看那个时候的 城市少女 他们的手势就是一纸 都是一纸公布 我们是一纸 你们两纸对不对 对 我们每一个都是这样 就这样 是要这样吗 看到没有 都是这样 什么意义呢 就像你们现在 像是夜 那什么夜什么意思啊 我们是夜 以前是这样 现在是这样 好 这个就有学问 为什么 天涵哥为什么 比较可爱啊 你看不然你 你请他示范一下 想办 这边也可以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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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边都可以放 现在都放 不会是你讲就好 当他们是 是不是这样吗 对啊 很少向外 很少 今天本来 袁爱飞跟小蛮就要教你 就是好像拍照有一到 一到十个那个手势 现在的 对 就自拍的方式 时下最流行的 拍的 现在就让爱飞跟小蛮 叫叫邝姐姐 如何拍出经典十连拍 一是这样嘛 然后一二三四五 然后一就这样 然后摆在那个中间 你看小蛮这样子 就把它摆在这种旁边 然后这边鼓鼓的 酷一点气 哇 矿泉水 你也有今天了 然后二是 好就是要贴近脸 叫小胎对 开心 天呐 哇塞 以前中派的老少女 现在被这样叫我 很残忍呢 不会咬到舌头了 三 好三体 就是你看你的摆哪 我个人是喜欢摆这边 这样 这个三 嘴 嘟嘴 为什么一定要嘟嘴 嘟嘴好难哦 不是 你撅嘴 撅嘴跟嘟嘴不一样 这是歪嘴啦 嘟嘴是 好完全 来 嘟嘴 嘟 就是想成自己是章鱼类的 想你要这样 好可爱 可以这样 是哦 是可以这样 然后也可以两手一起这样 耶 是 好 这个比较简单 是 啾啾 可以这样 哇塞 你还一声会出来啊 哎呦 你还在拖嘴 那就好了 我以为不理我我也不做这个 你说我说挖啤可以 这这不行 不行 好 十有了吗 十的话我跟小蓝就是会这样 对 这样子 很像开花 你也有今天 真的耶 我真的没有想到 以前是我们代理人家的 没有错 以前一直就这样 来 一 哎 水 小玲姐 你也教教他们嘛 三 四 还是不错啊 五 六 十 天呐 九 十 哎呀 哇 你喜欢我们的这场动作啊 我 他现在这十招呢 刚新婚还是在家里做给他老公看 哈哈哈哈 他这样做他老公在旁边 哈哈哈哈 这些小女孩自拍拿一个小的保险套 啊 拿拿保险 欢迎客人 我们一家放本人 我们天人呢是从小学摄影几岁开始学摄影十五 十五 十五岁学摄影 现在拍人无数 他在刚学摄影的时候呢带了一些 他刚学摄影的时候自己好玩拍的照片 对 你看你看那个时候 哈哈哈哈 一定要翘成这个样子哎 腿一定要翘成这个样子哎 腿一定要翘成这个样子 所以要撑到这边 对对对对对 所以一定要这样啊 对对对 然后就叫还有三菱镜 对对对以前很喜欢用这种分裂的三菱镜 三菱镜 五菱镜 现在也有LOMO啊 现在就是用LOMO 对对对就是 就是用软体的嘛 对对对对对 可是以前要以前看不到啊 都要用技术啊 就是用技术啊 就是用技术啊 直接转 直接把镜片转进去直接就拍出来了 你看那时候就是眼神绝对能看镜头 哈 哦 一定要看的远方 这是你啊 是你本人啊 对对对 这是你啊 我啊 可是为什么现在看起来像你爸爸的 对啊 对 那个动作 天人啊 这个照片看起来是你想竞选的样子 哈哈哈 对不对 不是 那以前就会学摄影的时候 就会自己把这 放在三角下 对对对对 然后摆着 然后做定时 然后赶快跑回来 那就看了 对对对 感情很有爆富呢 基本質上没有四十五角看到一个地方去了 对对 那时候 熊瑶的电影啊 《琴漢》跟ойд酱舞台拍电影视频 也是样子搏的抱的 看着远方去 对对对对 只要你在 我都是你的 哈哈哈哈哈 以前 以前的柔焦的 就像这种都看不清楚 这个 对 对 indicated wün Portuguese 悠悠 因为它就不用秀片 悠悠跟方 proceeding 因为就感觉上 永远好像对不准焦的 这个以前西门丁一 半年还有再卖 对啊 对 然后呢 方卫玲哦 哦 你看 很有气质哦 可是我绝对 以前都习惯拍照 有一段时间人是很有气质的拍照 后来越来越开始现在小小女孩都是双 就大睫毛啊 然后带那种大的通膜 都差不多这样 变色 没有啊有时候他们自己会换颜色 会换颜色 眼睛会换颜色 是比较日系 所以没有我是觉得就是说 以前的拍照感觉上 觉得比较真实 对 嗯 现在的拍照就是说你 即便是看到照片 然后我就觉得 是要不要见到本人 哈哈哈 你对吗 对对对 因为以前是觉得啊 你的化妆技术 以前都不能修片 没有修片这一个东西 以前会觉得说啊 你化妆技术还不错 对 可是现在会觉得啊 你根本就易容术啊 那也是来骗人的 很夸张 还有拍照也是啊 就是你会觉得真的是十万八千 你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容易了 可是那个自拍的方法很多种 为什么你们女生一定要这样四十五度角呢 这样子拍不是人看起来比较长比较立体 这样拍看到比较厚啊 对 为什么嘛 你们讲个原因出来 从下面拍的时候 会走 会走 整个脸就这样晃了 对 那其实有时候平的也OK 只要超过你的鼻子以上 都没有问题 看都要四十五度就很准 很准 他们很准 诶有呗 对 很准 很准 对啊 一位开始 一秒钟 两秒钟 三秒钟 四秒钟 好 我看看 我拍到了吗 有有有 我拍到了吗 还蛮正的 还可以 还OK 小小姐一点 有有有有 不是 你看 你会晃一点点 就是 没有晃 对啊 而且上面流太多了 然后 如果从下往上就会变成这样 然后我的脸就会变得很丑 我知道为什么啊 小玲姐因为你这样子的时候你脸会想要跟着它动 但是我们拍的时候不是 这样 还有它这个镜头 它叫广角 它的视角是广角 所以很容易变形 所以刚 所以我都大头狗啊 对 没错 因为广角就会变形 就会这种现象 所以不能太高啊 不能太高 你就要稍微再低一点点 这位置 真的很厉害 差 只要比鼻子高一点点就可以了 只要比鼻子高就可以了 来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站起来 他们好厉害啊 是这样啊 宽敏姐 你看 还能拍到我啊 你也知道我在啊 对啊 我看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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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厉害啊 好拍到耶 对啊 而且他感觉上是有情境的 他好像以你为主的感觉 他手还指着你耶 太准了这些人 而且我们这些还在玩就是捏他头或什么的 那有了 那个以前广角啊 然后拖到一个什么 什么忠诚经验堂啊等等的 这个东西有了 对啊 这要练很多很久了 我觉得真的很难 因为而且看不到嘛 哦 对不对 我觉得觉得有点下 挺不向的感觉啊 请坐 这自拍是有很多学问 对 我以为自拍只是真的就是大家随便搞一搞而已 哦 要抓角度 所以没有想到真的是一门学问 小曼你有把你有这个把很私密的照片PO在网上吗 没有耶 我不拍这种 不敢啊 以前黑车妹妹也有很多这种 对啊 那是一都是一种警惕 我觉得女生要保护自己啦 可是男女亲密朋友的东西真的很可怕 嗯 你不是在网路上看到很多这样子很厉害 很多哦 厉害的自拍少女 千挑万全我们找出了两位 你太厉害了小良 对 我跟你讲有一位呢 她是呢 听说呢 很多人是从小看她的照片长大的 谁啊 因为她很小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开始呢 她可能她的父亲呢 就把她的照片放在这个网路上 她的那个个人的部落格呢 她的点阅的人数哦 已经快要破千万了 哇哦 快要破千万 啊另外一位呢 她就是这个有这个新一代的内衣皇后之称 她的部落格呢 上面有很多呢 自拍 她个人很性感的照片 自拍的 对对 我们赶快来欢迎这两位 梁鹤群口中这两位自拍女王 一位又是拥有百万点积率的宅男女神 David 天真无瑕的美照 曾让她创下单年八百四十万的点月亮 而另一位则是拥有水滴状羞泻的性感女神 也是台湾新生代内衣皇后 陈薇 她们这一代呢 要比袁爱飞跟小蛮又厉害了 又年 又更年轻 对对对对 听说她们在这个 不是年轻的问题 是在网路上在拍照 听说非常有 非常有名 怎么说 对对 你刚刚讲说从小就看的 老阿贝认识一下 从小就看她的照片 这个袁爱飞可以帮我们来补充 这个 我讲 David他超红的 我大学的时候就看他的照片 而且 是我的所有男性的大学同学推荐我 就是说这女的超可爱 超正 然后就 我们大家就每一天都会看他的照片 他如果有新po的 然后我们跟人都会说 哎 你知道吗 David昨天又拍了什么什么可爱的照片 然后超 超可爱的在超商啊 什么在家里 我们都会非常热烈的讨论 每天跟着update的对不对 对 我每天会跟着update的对不对 到底有多猛 这是多 这人多大 我帮你来看一下 好可爱啊 看完你就会有fuel了 这猛嘛 这个猛嘛 超可爱的 这应该很少的时候吧 那应该是去年的 这才去年啊 你现在十九岁 十九岁 这为什么看起来像九岁啊 真的 是不是 看他们多厉害啊 他这种表情 从心里面散发一种表情出来 你看这个像不像沈嘉宜这张 是 是不是 好 这都是你的这个 都是自拍的吗 对 ok 你别 你这样那个角度啊 就可以把那个 小丫头你这个拍的这个 你勾拍出来很漂亮 有一点点 你现在不要那么早就有事业啊 这个这个会 现在小丫头这个样子 你看你看 对这等一下 我女儿也开始 你们为什么只拍一样 你做一遍我看看 会不会是长志祺 是磨牙吧 还是上火 国中的时候 有出来吗 他的角度又跟你 对 有这样 看到没有 很可爱啊 好可爱 就看起来这叫小美眠 这是好像十岁十一岁的小美眠 你能做这个动作 他一只手而已 他一只手而已 他 不是拍你啊 拍你啊 你 你说 来来 你这样 来来 看我看我 他要去 来呢 他是不是这样啊 各位 这是邝阿姨 对不起丫头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当然不是问你 我也是在网络上看到的 我看着也是心惊胆跳 像有些小女孩自拍 拿一个小的保险套 这样子 也是有一 拿保险 这种流行的 拿保险套 可能拿起来说 这是草莓口味 我看得触目惊心 小女孩 所以拿东西拍照 也是自拍的文化之一 是不是 对 可能就是 如果刚买一些小东西 可爱的东西 可能就想要拍照 然后给大家看 你拿过什么 最特别的东西 自拍女孩太裸露 伟中爸爸好惊慌啊 你穿那么少 可以改制起来的 而且是下 夏天有点热不行吗 那个是 那个是工作的时候 等于说我 自己一边记录我 你拿过什么 最特别的东西 你声音可以大一点 因为我重心了 你八十岁 爸爸五十岁 你爸这比我小 女儿啊 你家大心里面 娃娃吧 其实还好 可能就娃娃 比较忐悔的 你看他们这带 讲话都是如此 就是很冷静 然后爸爸这边 焦急了半天 对啊 然后这词也不多 我没有什么嘛 没什么 对对对 热热落的感觉 对对对 好 哎呦哎呦 这个也是 你看 这是多大的时候 好可爱 去年 这十位课里面那个猫嘛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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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看这才是 年了 这真的看起来很不熟 哎这个就这就无邪 嗯 你心里在想什么 拍这个照 我那时候 跟朋友去吃下午餐 然后就吃完了 就开始自拍 跟朋友一起拍照 对他们这带讲话都这样子 那世界很平和 你看 哈哈哈哈哈哈 我爸爸很紧张 比如说你为什么 露露露了一个 骨勾呢 哈哈哈哈 有没有什么啊 就是因为 那个角度的问题 对啊 这很平和 而且他们 然后我们就一头汗 他们觉得就你问他 他们他们会觉得 你问这些好好笑 因为根本没有什么 就是 不像我他拍一张照 你问这些 很无聊吗 好像哦 对 问这问题很无聊吗 不 不会啊 哈哈哈 不会啊 哈哈哈 说出来嘛 不要怕 说出来 哈哈哈哈 我这个手像 你都在我的范围之内 哈哈哈哈 看完天真无瑕的蒙少女自拍后 接着就是会令人血脉 纷张的性感照喽 小聊你是怎么发现陈薇的 呃 出他那个部落格在那个呃 上面很很有人气的啊 哈哈哈 对不对 这样讲会让你焦虑吗 哈哈哈 因为他刚刚讲到你很焦虑 对不对 焦虑 好 陈小姐 就 陈小姐 就 陈小姐 你很陌生是不是 不是 你穿那么少 可以改自己 下边有点热不行吗 那个是那个是工作的时候 因为我平常是模特 我有在接就是内衣和 呃 比基尼的照片 那 嗯 我会有时候觉得 哎 今天好像还 这内衣还蛮好看 或者觉得今天状况还不错 就会想 工作的时候的侧拍这样子 对 因为我们那个 David是走这个 可爱路线 像你这个照片就非常性感嘛 对不对 你这个破在自己的网路上还是什么 对我会po 但是我会把他放在工作照的里面 等于说我 自己一边记录我工作的情形 心情是什么 心情就是健康 愉悦 嗯 你不怕你爸妈看到吗 我不加我爸Facebook 他有 但是我爸加我 我就把他略过 哦 所以你还是怕被你爸看到 对 然后因为我拍杂志 爸爸不会看杂志 所以就还好 这个是 谁帮你再调 调调那种 这个也是在 天人调吧 这也是工作照 那他们编辑在调 这个颜色 这是可以调对吧 对 这是调的 你自己拍下来 这个就有一点点 有一点 这个 有一点点那个 有点意淫的感觉 有吗 那女生 这个这个 这都很正常哎 对啊 很正常 这已经很普及了好不好 没有 我们自己 我知道 拍照也常常这样拍 我也上网路看过很可怕的东西 不是这个像 把他手这样子 你也把他记录下来 对啊 就工作照啊 找编辑会帮我们调一下 这右边是什么 但是我自拍程度到就是有一次我发现我家房间有蟑螂 然后到床底了 我又不敢把他揪出来 但是我又想要盯着他看 在这这之中我不知道干嘛 我就开始自拍 然后拍蟑螂 然后等到跑出来把他打死我再拍一拍 我把我把这个过程都记录下来 这招 这招 你看那个少女的变化 哈哈 你们看张老是 他们是拍下来 所以我就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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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了越来越是越来越了越来越来越了越来越受 你就会想要伴仇 就像有时候要伴仇 对 那你这个眼睛红的 你真的好像 那时候刚好结磨眼 然后又要工作 然后就觉得自己还蛮可怜的 就想说记录一下当天工作的心情 你这个张照片送到家暴防治中心 是成立的 人家就车就会来了 对啊 像你这个拍照拍得那么美美的 或你拍得拍得那么性感的 你们两个也没有什么一些 有什么干扰没有 是不是有女人 比如说有网友想跟你 网友死财难打的 对 对 然后遇过一个比较疯狂的网友 就是他会在那个Facebook 然后传很多讯息给我 然后说希望可以 就是我可以嫁他好友 然后因为我没有回他 然后后来他就越传越多 每天都一直传一直传 然后传到后来他就说 说如果不嫁好友的话 然后他就要自杀 我看到他就觉得很可怕 就是更害怕 所以就是我也都 我就没有回他 因为不敢回他 可是后来他就 没有再留言 对 我们不要教授 讲太多了 不要教授这个事情 但我有观察到 就是人性很奇妙一点 就是以前比如说工作的时候 拍到工作照 然后以前MSN 就因为像有APP 所以MSN就比较小用 可是以前都在用MSN的时候 你就会想说 你拿到好看的照片 把它放在那个大头照那边 然后平常都不会敲你 不会跟你联络的男生 那阵子就会开始突然 一直问候你 然后问你要不要出来吃饭 什么什么的 然后甚至还有人说就是约晚上去他家看DVD 就我就觉得就是很奇妙 就是要不然你平常都不会联络 可是你一放那个照片 他们就人性的另一面就出来了 就会开始对你很热情什么什么的 我就觉得很好玩 但是我也不会去 很好玩 我觉得不会去 可是我就会觉得 就是会觉得 这个就是现在心理学家讲的 自拍时代到的 当然硬体的设备改变了 对不对 以前撞上机拍的要付钱的 底片要付钱去洗的 对不对 你们明星拍的照片 还不敢到外面去洗 对 交给朋友专人去洗 他传出去 第一个不要底片了 所以上去拍的 马上可以洗掉 马上可以delete掉 所以还没有什么成本 所以大家就拍 因为每个人都爱拍自练 第二个最有趣的 就是每个人都想做传播人 很微妙 所以每个人都喜欢三国六国的 就每一个人都发生过 我给你讲一件事情 不要跟别人讲 所以你们在泼出这个照片 这一刹那 不管你是泼可爱的 还是泼性感的 你出去的时候 你还是希望别人看到 给你回应 对不对 这是很微妙的心理 对 对 你还是希望 你希望得到什么样的 我们叫回馈了 你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反应 从网络上 你要说你好可爱 好吗 可爱 你是不是想 没有可能是从小吧 因为从小爸爸就是 很喜欢拍照 就是很喜欢带我们 带他出去玩 然后觉得可能用dv 录一些影 或是拍照 就从小时候 所以长大之后 看到觉得很有趣 是从小到大的那个 那个 可是小时候呢 你不太会有烦恼 也不太会有人说 什么要追求你 你后来就自己 泼你自己的可爱照 可能就习惯 就是可能都会习惯 就是一种流念 对就可能会 会不会有成就感 还是吗 对不对 其实年轻的 你看他们的那种容貌 还有他们的身材 是漂亮 就是对就是漂亮的 所以像我其实 年轻的时候 我以为这样 你漂亮 你漂亮 你做的屁股几下干嘛 因为我还有一张泳装照啊 因为那个时候 拍泳装照其实不多 尤其是陈世少女 就是那个时候 不可以的 不可以这样 不保守 对 可是因为那个时候 你会觉得 你有一个部分 是觉得是比人家漂亮的 就是我的腿 腿 对 我的腿很直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就会一直保留那一张 然后你现在看到那一张以后 会觉得还好 有拍的 我年轻的时候 有拍的 因为你现在 对对对 是还有那双 还有那个腿 就是要修啦 你就会觉得 那时候拍起来就是 对对 而且以前这个又没有修片 对 对 对 现在没有修片 对 就是原始 对 就在澎湖拍的 你会觉得 看到那个时候 很原始的自己 这种是一种记录 但是我觉得 就是如何去拿捏 因为有很多 就是我觉得 偶尔到就是 穿西字裤 对不对 有女生穿一个西字裤 你知道什么叫西字裤 我当然知道 我们公司发生过场案 我怎么不知道 然后手 手这样子 那自拍啊 对 这样怎么自拍 不对 然后西字裤 然后她还是 四十几岁后 四十几岁的女生 可是很难解释 我觉得 你也有今天 你也会说别人可怕 真的 我没办法接受 我觉得这个 这个每个人 会自己拍完 会泼上网 每个人心情不一样 他还是希望 有人说他可爱 你还是希望人家 觉得说你很性感 对 其实就某个程度 老实说 你还是希望得到某些注意力 所以你才会去po这个照片 你们那个时候 我问你 光明杰 你们那个时候 人家说你很性感 你会觉得怪怪吗 对 你就是可爱啊 对啊 你就可爱 年轻啊 你说性感 很高兴啊 Thanks 对啊对啊 现在性感会变成夸奖了 因为那个时候 很保守的嘛 那现在说人家说你很性感 你会觉得 老娘太棒了 就是性感 就那个味道 你知道吗 到我到这个年纪 我还可以保持 对对对对 时代是时代是不太一样 是不一样了 对于这种 就是他们像穿 以前穿成这样子 就抓去 新闻就抓去 对不对 败败社会风俗 对不对 后来慢慢慢慢 我们女生可以穿 小短裙小蓬裙 但是上面还是 还是蛮保守 我们那个最早 我刚刚讲过 像我们最早 做电视的时候 能够露多少 腿能够露多少 都有规定的 能露到都有规定的 男人头发 要怎么到什么地步 都有规定的 所以以前比如说 我说你看到那些什么 少校自拍啊 女少校自拍啊 或有些人 想不通啊 或者有些人到乡下 大陆也是一样 到乡下 她就是村姑而已 乡下人而已 她拍很多裸照 我觉得就是每个人 拍很多裸照 泼上去 她就是 她也不是要干嘛 那身材也不好啊 可是就是每个人的 心 每个人心情上的变化 所以我们应该 平常也对 对不对 对啊 因为我觉得喜欢 对啊 你小意思 女生喜欢自己 是应该的啊 就是你要多拍 才会知道自己的 优点和缺点 在哪里 那是更认识自己的一个方法 可是你们是绝对不敢跟男朋友太亲密的波上去 我不 我没有办 台湾有些女孩子跟男朋友很亲密的也波哦 你看的真是触目惊心 对啊 两位也是有带他们的招牌动作来要给小林姐看看 David 你的招牌动作是什么 你怎么样可以把你的年纪 就是拍出来 比你现在我们眼睛看到的少十岁 可是角度吧 因为可能我会觉得左脸比较小 David的自拍必杀剂 是脸像又倾斜四十五度角 平时拍摄出她完美的左脸 浩雪的邝姐姐 当然也要现学现卖一下咯 你尝试这个机器是吧 对 因为它可以转过来方便 我的天 我注意不到 按不下去 我觉得你还是跟我演喜剧好 我可以 我可以 可以 看有没有 有 有耶 还不错耶 真的 他这样子教我有进步 有有有 有没有 没有 没有进步到十岁 但是有进步五岁哦 哇这个真的 这已经进步非常多了 真的非常好 非常好 非常有 对对对对 你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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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公 你老公 老公会更爱你 真的哦 对对对对 前面几张会更 前面几张会更 嗯 成为呢 成为的标准动作 这方式什么 因为我们爸爸只有可爱路线 我看他怎么信心 我觉得是一个眼 眼神还蛮重要的 这样穿架子 差不多在这边 他有低头 对有低头 所以就在鼻子这个附近都还OK 乳勾啊 应该不是顾应该是应该要 是 对 对嘴巴可以回 下巴上扬 嘴巴微开 下巴上扬 一点点 一点点 不要被你叫看 你叫我好像饿了 哈哈哈哈 你刚叫他 不是他这样是绕枕吧 你可以看他刚拍的就 有耶 好奇怪哦 别人做起来怎么差 现在一定要乳勾 这整个封印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看一下 看一下 好好看哦 对啊 对啊 这怎么会这样呢 怎么会这样呢 对啊 就平常有练习 但是你心里有想事情吗 他说我好性感 啊 后来要觉得自己很漂亮 哦 对 所以其实有时候自拍是不是增加自己自信心的一种方法 对 这就是 有时候人家会 要投入 因为我们艺人走在路上 人家会说 哎呀你好瘦哦 本人好漂亮 本人好漂亮 这个是我们的自信心 可是有时候我们一般人 是没有办法走在路上人家 就 就说 小姐你好漂亮 人家很乖 我就很奇怪 是不是 那你就靠自拍的时候 然后自己先看自己 哇好美哦 因为我自己看我刚刚拍那样 我就觉得好可爱哦 然后你再扑到网上以后 就有人 会告诉你说 哇你今天好漂亮哦 你好美哦 好可爱 不过我觉得这个就时代了 时代变化到现在就是说 就是一些不同的东西出来 你看美国一个大学生 他四年 他四年每天拍一张自己的照片 然后简介成为四十多秒 在网上很有名 就可以看他从大学 然后一直到社会 他变成一种新维艺术 所以像你们两个自拍 拍到最后所累积的东西 以后一定会比我们那一代 你这一代 等等等等 会有意思很多 对 绝对很多 对不对 我们要继续直追 对 我觉得厉害来得及 我觉得学到很多 我们最后呢 今天第一个要欢迎各位 来到现场 谢谢 为了符合这一集 健康青春的年轻气息 我们制作单位 特地精挑细选了这一首呢 80年代 人人快智人口 我们每个人都会唱的一首好歌 城市少女的 年轻不要留板 听清智会撒自己的色彩 年轻不要留白 走出户外 放开你的胸怀 阳光也叫我不要再等待 一起美丽摇摆 年轻不要不要留白